海边的潮水才刚刚退啊 离远的话我还以为它是个小瓶盖呢 想说给它带走 结果是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是海葵花 然后盛开在大海里的花 然后它的这个东西的话是头发 你看它这个头发 帅吧 这是动物啊不是植物 哇塞 这就很鲜亮了 带着吧 最近海边特别多这种东西 坏了坏了 它要跑了 我追了它二里地了 在这儿 来吧展翅 这个的话就是河豚了 对啊这还有一只小的 哇塞这个小家伙好可爱 生气了他 这种家伙不能吃的 它那个血液的话含有剧毒 每当它遇到危险的话 它就会把自己裹成一个小气球 这样的话别人都不伤害它了 这个太小了不带什么刺的 跟它刷鞋是不是挺好的 这种家伙跑得特别快 它要再生水去的话 就是你看见也抓不到它 出这一下就没了 今天海边潮水推的挺好的 但是今天就是天气 它有点阴天 前面看见吗 在那儿 这个家伙被我一脚踢出来的 这个家伙 躲在那个石头缝 然后过来的时候 它出溜一下子 跑到那个水面上了 这种还特别鲜 但是就太小了 没长大呢 等它长大的时候 再过来抓它吧 走吧 走给你住个地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 海面上最深的位置了 它在游泳呢 漂亮吧 像个天灵盖一样 这是谁家的天灵盖 这种的话 就回家拿那个盐腌一下 然后拌点那个花生醉 拌点那个香醋 最好的话 还是放点小米辣 然后口感是咔嚓咔嚓的 海边人大果冻 这个就是太小了 这个 看到吗 哇 感觉不对啊 感觉不对啊 怎么有点痒呢 它这个会遮人的吗 放了吧 这个个头的话 拿烟烟的话 也出不了多少肉的 只要踩到这个的话 就比较危险了 有很多哥哥姐姐的话 喜欢在海边 光着脚走路 然后如果跑得太快的话 这个很容易扎到脚了 这个 给它带着吧 这是个什么 茶叶罐子吗 碎掉了 这个家伙还挺聪明的 你看 它就漏了一个小的出去口 它就是用两个腿的话 翻沙 然后就会直接握到那个沙子里头 看见没有 也就花断线啊 也是海边颜值比较高的海线了 帮它一下吧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走吧 刚才这边潮水还没退呢 这边的话刚退出来 我就发现了那么大的一根海带 这个的话根部应该是被那个海风浪涌啊什么的 都给刮断了 然后这种它一大根的话都飘上来了 前面有个大线 捡这个的话都捡了两桶了 这个季节海带吃起来还是很脆的 别的小海鲜的话 基本上都是蛋白质比较高 然后这个的话是含点特别特别高 说了 继续捡